你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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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陳亞蘭 好 來… 到了龍年 我們一定要來運勢大預言一下 對啊 有龍 我們要坐飛龍 飛龍才飛就天 是不是 我們能不能上得了這條龍 要上龍 要靠我們老師 今天來很多老師 首先歡迎張聖書老師 老師好 還有湯正瑋 阿湯哥 大家好 以及李勤老師 老師好 來 歡迎幾位特別來賓 我們今年一定要翻身 拜託比較好嘴 我們都帶上這樣 首先歡迎簡少年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喜氣洋洋的 小孟老師 恭喜 老師好 今天要歡迎賴憲政 憲哥 好 大家都 說龍光煩花 而且金人財布 麻大聽 好事龍中來 好 憲哥還是說台語以前 對啦 說國語龍光煩花 龍光煩花 這個每年過年 都免不了抽國運籤 因為國運如果好 大家都好 對… 來 我問一下憲哥 從今年幾大廟宇的國運籤 可以看出什麼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對… 對 我們首先來看那個 南軍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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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軍煩因為在那個 2016… 南軍煩在哪裡 台南… 南軍煩就是我們 所有鳳梨的中廟 我們這個南軍煩 這個籤 有人說是 中上籤 有人說是 下下籤 我們一般 我們的籤詩 六十幾的籤詩 大部分都有 歷史的故事 這支籤詩最主要 歷史的故事 就是 一般我們的籤詩裡面 和李世民有關係 有兩支 第一支叫做 李世民流浪蟬 流浪蟬 流浪蟬有幾人叫 沒有 有叫 流浪蟬是什麼 流浪蟬是什麼 騎馬去流浪蟬 跑得出來 不然 西馬釣到什麼田裡 流浪蟬 流浪蟬 爛泥巴的田 爛泥巴的田 真稍微來擠 對 這支李世民 他郵帝夫說的就是 贏國 我們說 在政官十三年的時候 政官十三年 政官十三年 政河的龍王 因為他來給他 蓄什麼 蓄元首城 他的八卦 元首城在中安 在上岳的時候 有夠準 元首城什麼人 就是元天江阿竹 有夠準 有一天 政河的龍王 他就結作一個 蓋他的文書 來給他賞名 他說你賞那麼準 你的復活那麼準 不然你跟他說 明仔幾點要落 要落多少 他說很簡單 明仔有五時落到二時 要落三秋三春兩分 這樣 他說好 我們來多放一下 我保證你不準 我小夢老師都不敢 都不敢說 對啊 他要過年前 過年前優位三十四春 現在過年要優位四十二春 結果政河龍王 為了要跟他拚 他就挑戰第二天 萬一時前去佈火 落火 本來要落三秋 三秋三春兩分 他就要減一點 這樣 反到天條 第二天又來了 我跟你說 我要替你拚倒 因為你不準 他說拚倒 你不用替我拚倒 你煩惱你自己 要向台頭 你傻傻傻 你知道我會想 你說你在政河龍王 我也不知道你 他說要怎樣 你幫我救一下 他說明仔五時三秋 要沾你的領頭 你現在我幫你救的 只有李世民 你去替他幫忙 叫他幫你救 那一天就把李世民替忙 他說拜託你幫我救一下 李世民說好 他反正去做忙 他不知道 就說好 他說你要幫我救 因為明仔的沾 沾頭的冬 是尾釘 尾針 尾釘 尾釘 這樣好 李世民第二天就 約11點的時候 他就從尾釘叫來 說我們來走去 走去走去 尾釘就在睡覺 你知道嗎 他沒有叫 死了 五時三秋 十一點四十五分過 整個宮安城 黑墳密佈 雷公死了 一隻黑墳 那個墳的黑墳來 突然那個 雷公死了 嚇到自己的領頭 對手 讓人去整合 現死 我那靈王 就起床很難 你幫我帶人 都不照 不收信用 三個半面 我把它亂 亂到李世民 晚上都睡不著 睡不著 人就越來越悲 對不對 不然叫他 親手補到 我弟公站在頭前 不然睡去 變毛巾 但是 他身體總是在賣 賣 賣到有一天 賣死狀況 人分 就對了 要死還不死 要死還不死 但是要有靈魂 靈魂出狂的時候 他總是去遊庭 但是 偉人知道 他就寫一張 牠放在牠的手 叫 生死 破冬 或是催憶 寫一張 給牠 好 他一個去遊庭府的時候 十點的沿路 接台 搖一搖 搖到那個王子生的時候 牠的大兄跟牠的小弟 要來找牠補修 正好的靈魂 要找牠補修 結果生死官 一個生死婆 牠應該在 正關十三年還是死 正關十三年 對 李世民要死 是 是 結果因為牠做很多好事 從十三跟二三 加到他十年的費用 十三 怎麼不可以加他一百十三 不可以 老大 那是因為偉人 好事 你沒有好事 沒有 因為偉人 六三一張牌 所以我們就知道 從以前 就可以用人情觀察 寫師婆婆 偉人一張牌 十三變二三 結果李世民 他就做很多好事 就做那個 海 那個 水路的發揮 跟他超度 所以這個 就是過期的營過 對 我們現在在開師 開師 開師就是營過 像我 你說我久 說我大年 像我 對 所以不輸眾 不輸求 用心機 總理 你用心機都沒有好 對 用寫我們的事 你不知道 用寫我們的事 用寫的事 我們說人心屬鐵 我們人的心跟鐵一樣 所以說派人 你就要把他拐 他屬鐵的心帶 會變 會融化 所以這個 這個修師最主要 就是說 我們這個營過 要營過 你就是有營有過 對 純下秋 都是順寬 營過 就是你種什麼火結 什麼過 所以就是說 你當初種什麼營 你現在那個架 你要自己去解割 營過要解割 這個 再來我們說 東南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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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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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溟 庫安門 入 visualize 我們這裡注入 庫鮮 總名 通病 東宮 這個 南宮 東宮 東宮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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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宮 西 西 到底中間沒大事 沒什麼大事 剛才有新鮮太安機 所以你的心頭料好聽 就是你有那個新鮮來回來 你就沒問題 你如果心頭料不聽 要做渣男 不會吃苦苦多吃 後來會不會睡 你就會了 你說我來 這是渣男喔 渣男 許漢倫就是現在的渣男 那個八爪子 他就要 要帥哥 沒有啊 但是人家是真心跟你 換十情 外頭只有加點什麼 不過你看 你整個旁邊都這麼賣你敢嗎 沒有啦 你當初不就不要跟他愛 他就不知道他賣 沒有啦 你不知道對 他就是渣男 他就怕死了 你怕死就不要害了 這間國雲簽一個說 意思說我們心頭料好聽 對 怎麼有種神秘 外面 風胎麥罐心頭料好聽 再來我們大龍蟲的保安宮 大龍蟲的保安宮 這是台灣在五月的時候 五月不是總統 對 是 所以也就是我們生死交叉的時候 就是在五月 而且我們來看 你看這個教皇口 不是有三個人嗎 對 就是代表說美中台 三方 再來就是口舌是非會比較多 你看那個獅子 嘴巴不是有一個舌頭嗎 對 它補出來 口腳很多 第二個就是今年 中共會送很多個大人 尤其是越靠近我們越多 我們都在挑這麼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戰拔大神APP等你唷 再來我們大龍蟲的保安宮 大龍蟲的保安宮 它最主要抽的四季籤 最主要抽的就是我們的 這個詩就是萬利救仙益勝 就是說你要救仙救神 你要生心生意 你如果是沒有生心生意 你的事情不會成功 因為怎樣 因為青山重重水連天 再來看我們這個 北港調天宮的 北港調天宮最主要是 港雲籤 港雲籤這支籤是什麼籤 這支籤是名將利救親 名將利救親就是 金西洋賢萬利回城 北六國以後 救六十萬的民婦 六十萬的民婦 我們的民間利 他們買了救親那個 公子叫反機能 反機能就叫做徒兆 徒兆來跟民間利是一個 千金人家 剛才他在社群府看到 以前你看到你就要娶了 所以那兩個結婚 結婚之後 同樣萬機能 像個像 是誰的社群府 男朋友 社群府 男朋友 社群府 我們看到怎麼快 她是頭髮還是 沒有啦 倒閉在那裡 還是女婦 沒有意中看到的 女婦不把那個 卡電關起來 沒有啦 以前沒有卡電 好 妳 因為女婦也是 對啦 看完之後他就要把它割完 割完 大家知道他就是反機能 我都叫他抓去 抓去之後 民間利就 一直走走走走到 我們這個長生的旁邊 但以現在來說要走多少 走六百七十五公里 小臺灣倒閉 不簡單 我們六百七十五公里 走到那裡 人家說 那個反機能已經死了 共死在當時 下腳 他就連口三天三夜 所以靠多萬里當時 靠多萬里當時 找到反機能的骨頭 已經變骨頭符了 剛才說 你骨頭如果把它割下去 用你的三口筋把它割下去 這樣回去 他會多少 他都把它割下去 割下去 割三天 骨頭 割一骨已經開始 割那肺筋了你知道嗎 割那肺筋 對啊 太肺筋這樣不行 人家都不會死了 怎麼可以 他說你不行 你走六百幾公里那肺筋 你用拌的就好 拌的到地上就 那個肺筋就不起來了 所以這就是 優功打不下去 這是哪一間廟 這就是我們北港條天宮 我們再來看我們這個 永連寺 永連寺這個 夢中率夢 剋都債 這就是我們那個 建國時代的 令相如丸壁歸造 令相如丸壁歸造 就是金交王 想到要和事壁 所以跟中國說 你和事壁你如果沒有送來 我就給你打 所以中國就派令相如 送和事壁去 結果令相如去 和事壁完全都拿回來中國 所以你所有夢中的財富 所有的名利 都是嫁 都是貴的 都召得到 所以這就是怎麼樣 我們今年要很注意 所有的財都在天上在背 所有的名字都變符語 都殺不下去 所以你就一定要守正道 我們要守正道 所以我們看我們的酒運禮火 禮火就是一定要賺正財 天才就比較少 所以今年要賺正財 好 謝謝憲哥 如果我們看這年賺錢 接下來小鳳老師 小鳳老師衝你的國運塔羅鈴素 你也有國運塔羅鈴素 對 所以我特別穿我的杜兜來 好 今年的國運大概70分左右 對 70分 好 為什麼我這麼說 因為今年有沒有 就是2024嘛 西洋來看 所以就是2加0加2加4 等於8 8就是我們那個 在電視上面有一個力量牌 對 這是我們今年2024西洋的國運 國運的塔羅籤 其實看起來不錯耶 沒有 這看起來表...感覺上不錯 其實你看牌中有一個女生在壓一個獅子的嘴巴 那個獅子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很有抗壓能力 獅子感覺是對岸 所以我們女孩子就是 我們台灣必須要把這個嘴巴有沒有 要把它就是安撫好 應該有壓住了吧 就是有壓住 但是接下來有沒有 教皇牌就是 因為113年嘛 中華民國 所以1加1加3等於5 就是塔羅牌的教皇牌 5月啦 就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就是台灣在5月的時候 5月不是總統 對 是 所以也就是我們生死交叉的時候 就是在5月 而且我們來看 你看這個教皇頭不是有三個人嗎 對 就是代表說美中台 三方 有兩個姓哥在這裡 對啦 就是姓哥在這裡 台灣還好 有女性的能量 因為我們副總統是女生 所以說他還可以中和一下 所以我們從以上就可以得知以下的這個國運 那第一個我們要來看的是說戰爭不高 很多人都會認為說2024可能會戰爭 但是好在我們有女性的總統 副總統 所以可以幫我們把這個對岸的壓力壓下來 再來就是口舌是非會比較多 你看那個獅子嘴巴不是有個舌頭嗎 他吐出來 口角很多 第二個就是今年中共會送很多的大禮 尤其是越靠近5月 越多 就是譬如說軍演 還有就是一些外交也會幫我們有一點封鎖 還有就是說像ECFA這一些有沒有 也要很小心 對 尤其是在下半年的時候 就是會輕微的 不會很大 那再來就是第三個就是火星在年底的時候 會開始逆行到天秤座的外交宮 那秦德總統就是天秤座 所以其實選這個總統不錯 因為天秤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說有一種人家說的 他還是會把法治給用好 就是把一些貪官污吏給揪出來 但是逆行的時候會發生 就是我們外交開始會比較下滑 開始也會有些小國跟我們之間也會有些疏遠 然後再來就是第四個就是九月的時候 開始木星開始會逆行 所以一定要特別的小心 當當逆行的時候 火星又逆行 木星又逆行 逆行 對 那如果說逆行的時候 就是小心美國的選舉 對 今年年底 就是在十一月的時候 然後台灣牌就會出現 就是中國跟美國都會打台灣的這個牌子 所以開始五月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會有很多事事非非都出來 還有就是兩岸的貿易好不了 但台灣還是可以在風雨中前進 這個我們都是要給大家 還是也會要一點開心的感覺 還有就是三黨有沒有 剛剛我們看到一個五號牌 對 就是有三個人 也代表說台灣的三黨爭吵不斷 但是好在我們對大事都有共識 小事還是會吵鬧 所以我說今年的立法院會很好玩 那台灣二年 二五年 蛇年會很動盪 因為明年 剛剛不是有抽到一支籤嗎 就是白蛇精的籤有沒有 然後中國的領導人 對 這是習近平 他這是屬捨 所以明年他犯太歲 所以我是覺得明年他有可能 會有誤判一些事情 所以兩岸在 我覺得二零二五年會蠻不好 所以說二零二七可能會更不好 所以這幾年大家要格外的小心 如果說你在做生意 有在拓展的人 就是不要去做太大的投資在台灣 是是是 但是好在有沒有 所以可以投資國外就對了 台積電去熊本這樣 可以 可以投資國外 但是你在投資的時候要注意匯率 因為很多人投資他不知道匯率 因為匯率你投資一些會貶值的 國家的那個外匯也是不好 對 那要特別注意說 西方世界有沒有恐怖團結 所以要注意是說 如果美國假設他總統有變數的話 對 我們有可能台灣會變成一個 利益交換的對象 那老師也建議是說兩岸不要對抗 要宜卵即食 就是不要去跟他硬碰硬 然後五月要特別注意 因為那張教皇牌是五 所以520之後有可能台灣會面臨一種 代表什麼呢 在大環境當中呢 天災意外事件會頻傳 包含交通啊這些事故呢 大眾交通這些全世界 包含我們自己都要很注意 有時候你出去旅遊的時候呢 這種保險都一定要買好 買好買足 其實我覺得是大環境會影響 但是我們不曉得我們誰會遇上 所以你只要出去玩的時候呢 把這些買足買好的話 至少你也安心一點 然後五月要特別注意 因為那張教皇牌是五 所以五二零之後 有可能台灣會面臨一種 就是不是大好就大壞 但是很像 還好在台灣都有眾神幫忙 對 但是我感覺會 從那個牌感覺會比較不好一點 是 所以美國是今年最大的變數 所以台灣不要受到西方大國的調拨 我們今年一定要低調 跟老師學習低調 就是越低調我們越怎樣 跟哪個老師 我 是是是 你看他今天這樣 這樣低調到全世界都認識 你也是 你也是中國風的防彈衣 不是 防刺衣 我裡面是可以防刺的 一個刀子刺過來都沒有 都不會有事情 現在很多網紅 很多有名的人 村子都會怕 對 我們也會怕 我們怕下一個是我們被打 不會啦 你那麼和善 對 沒錯 所以還是要低調一點會比較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教阿康哥 在2024的什麼甘枝 或者是新宿 甘枝 甘枝是什麼 對 甘枝在那個四川 天甘地枝 好 要留意整體的趨勢 有哪些變化 要給我們提醒一下 好 其實2024年 天甘屬木 地枝是成 所以成就要有龍的意思 所以是甲成龍年 那其實我們每一年 在講這個大環境的運勢 其實我們要 我個人的風格是比較喜歡 就是說 我們要知道大環境的 這一個變化 我們個人要如何去順勢而為 你才可以在這一個 大環境當中 求得好的一個生機 好 我們來看一下 2024年整個立春的八字 我們從這個2024年 國立的二月四號 下午的4點27分 正式進入了龍年 那龍年一定有 它專屬的一個八字盤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有三大部分 跟大家分享 就是立春的這個八字盤 它缺的就是水 那水是什麼呢 剛好是我們這一個 本命的財心 所以可以說整個大環境 不管是國內外的整個經濟 還是持續屬於放緩的趨勢 所以其實在經濟上面 動盪各方面 這是在所難免的 然後大家生活 我覺得應該說 現在沒有所謂的辛苦這件事情 因為前三年已經很辛苦了 今年是屬於習慣辛苦這件事情 那甲城龍年 甲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一個重新啟動 所以它也是一個紮根 紮什麼根呢 紮因果的根 如果說你現在開始呢 每一個人 因果 這一個沒有種好 沒有種好這個因 那在二零二十年開始呢 這個果報呢 它是很快的 因為正式進入九孕之後呢 我們享受到的 感受到這種縣世報 是很快的 所以這個因呢 一定要先種好 那記得就是說 立春八字缺水呢 每一個人在財務上的規劃呢 都一定要把它做好 千萬不要什麼投機取材啊 這件事情 因為在這種動盪的環境呢 基本上真的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 是很難抓住機會的 所以我怕你就會一投進去之後 什麼都沒了 所以這個經濟環境呢 還是比較辛苦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呢 甲城呢 納因是屬火 它是屬於佛燈火 也有人說是蠟燭火 那這個火呢 不要小看它的力量 它是屬於一觸即發 例如說呢 人跟人之間呢 這種情緒壓力啊 口舌是非的爭鬥啊 在所難免 例如說國與國之間 或大環境之間 你會發現說 有很多人會因為 這種長期累積的壓力 或因為經濟環境 帶給他的壓力 然後他可能就會有點 按耐不住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的社會事件呢 很多人會因為 情緒的負面 或是一些口舌呢 而產生了一些爭鬥 或是說這種不愉快的事情 打鬧等等的 但希望不要再戰爭啦 其實這種都不是很好的 所以跟火有關的呢 都會屬於比較容易 會產生一些暴力事件 都要比較小心的 好 這第二個 第三個呢就是 立春八字呢 它屬於隔衝 你看喔 這裡面呢 第一 第二呢 就是水火 水就是缺水 但是呢 缺水呢 可是八字裡面呢 又熄火 它就形成一個 很矛盾的現象 那又隔衝的意思就是說呢 你會發現 八字裡面呢 地之 辰 隱 虚 生 有沒有 辰跟虚是相衝的 隱跟生是相衝的 它是隔衝的 代表什麼呢 在大環境當中呢 天災 意外 事件呢 會頻傳 包含交通啊 這些事故呢 大眾交通 這些全世界 包含我們自己 都要很注意 有時候你出去旅遊的時候呢 這種保險啊 你都一定要買好 買好 買足 其實我覺得是 大環境會影響 但是我們不曉得 我們誰會遇上 所以你只要出去玩的時候呢 把這些買足 買好的話 至少你也安心一點 所以包含什麼 飛機的什麼交通啊 物點啊 等等啊 這種是 平常都會發生的 旅遊平安險 對 旅遊平安險 可能就要買足 雖然平常都會發生 可能在2024年呢 可能更會發生 所以當你在今年呢 如果說你都去 把它做足準備的話 可能事情發生了 你就剛好有獲得一些利益 也是不會 也是不錯啦 一個保障 所以這種天災意外啊 但平常有什麼 水土保持啊 這種都一定要做好 包含你會發現說 那水土保持 這種事情又不是 今年才要做好的 是以前就要做好嘛 但你會發現說 如果今年有一些意外事件發生呢 可能就是我們剛才講 因果現前的一年嘛 你就會發現說可能是前幾年的 什麼豆腐渣工程 到今年可能因為某個 因緣合合之後 它就爆炸了 它就發生事件了 所以今年呢會比較遇到這種 就是很多的事情就會 突然之間 在今年緣分具足 就一觸即發 所以2024呢 整體的趨勢 重點跟大家分享 不過呢我覺得呢 在2024來講的話呢 大家這種世界性的這種通膨啊 一定會持續 而且只會更嚴重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當然以前這種乌俄戰爭開始之後呢 就會發現以前是世界的地球村嘛 那現在呢 已經世界地球村這件事情呢 大家互不信任了 所以不管什麼糧食啊 各方面啊 你就會發現每一個國家開始呢 都為了要讓自己可以保護自己 所以這個供需呢 開始是更不平衡的 所以大家還是要做好準備哦 尤其什麼呢 2024年呢 考驗什麼 因為地支相衝嘛 考驗的是每一個人的 穩定性跟耐力 所以當你的個性不夠穩定的人呢 可能剛講亂投資 亂做決定 在今年呢 你一定會兵敗如山倒 所以在這個環境當中 考驗就是你的忍耐力 跟修忍辱的這樣的覺醒 忍耐力跟修忍辱 對 對 遇到一些 不生氣 你看 你夠忍 忍得好 反應過來的也是一種福氣 是啊 後知後覺也反而好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哪幾個生肖的人呢 配合這個大環境呢 要更注意 對啊 尤其不要亂投資 有三個 有四個生肖要注意 就是跟太歲有關的 第三個呢 生肖屬兔跟屬牛的 因為你是害太歲跟偏充太歲 所以你要注意什麼 小人是非 你會聽到一些 可能別人給你的一些建議 可能這些建議呢 都是來考驗你的 有些是無理的 有些是有道理的 那怎麼去分辨呢 就是不要隨著他的情緒走就好了 因為當你不會分辨的時候 你就不要那個隨之其武 所以這兩個呢 一定要注意口舌 是非跟小人的問題 所以不要亂投資喔 好 那第二個呢 生肖屬龍呢 是因為犯太歲 所以就是穩 穩健的求進步就好了 其實犯太歲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麼呢 可怕的是你屁股仰坐不住 你很想要去亂嘗試啊 想要改變啊等等的 但你不要亂改變 不要亂衝 那2024年呢 你有一顆星要降薪 降薪就是說 你是可以穩定中賺到錢 也會有發展的 所以太歲年呢 很容易大力大破 那犯太歲那一年呢 我覺得結婚最好 生小孩最好 對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時候呢 你的人生呢 會因為有家庭 而讓你的心呢 環境更安定更安穩 所以很多人都會在 犯太歲那一年呢 結婚或生小孩 這是好事情喔 有喜無哉嘛 好 那第一個呢 就是屬狗的朋友 因為聖聰太歲呢 有一個大耗心 大耗心呢 就是要慎防什麼 破財 所以剛剛講的 不要亂投資 當你局勢不穩定的時候 每個人都想要賺錢 每一個人都想要更有錢 但是呢 在這個局勢當中呢 屬狗的朋友 你更容易誤判那個刑事 那你就會大破財 然後也不要跟朋友之間 有合作往來的問題 因為這些問題呢 到後面真的會變成大問題 而且可能還會吃上 一些法律的官司 要特別注意 所以以上的幾個生肖呢 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喔 來 那我們接下來 趕快請教我們的少年老師 哪些天文意象 會影響國家的運勢 好的 台灣在 每一個假年的時候怎麼了 好 我們可以理解 台灣的空難事件 並不是一個很頻繁的地區 對吧 但是呢 我們回去看2014年 也就是上一個假年 是復興空難 2004年呢 則是一個七二水災 也是氣候異常 1994年 則是台灣最知名 也最嚴重的空難事件 明古烏空難 是台灣跟日本一起發生的 今晚 今晚 你有空 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戰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胖胖虎 等你喔 我們接下來趕快請教我們的少年老師 哪些天文意象會影響國家的運勢 好的 首先我們得 大家可以想 如果有看我們節目的朋友呢 應該可以看到之前我講過 因為假年 就今年2014年是假年 假年太陽化祭 所以會有很多空難的事件 而我們可以在後面看到日本的狀態 發生了很多空難 那他時間大概是在過元旦的時候 就開始發生 那基於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去思考說 這個元旦的時候到底是怎麼了 結果我們後來發現呢 剛好呢 這個假年太陽化祭 其實是古人觀察了一種天文現象 也就是天文意象 發現的事情是什麼 在我們台灣叫做閃燕 有人叫做太陽風暴 或者是說叫做太陽藥斑 都有各種說法 其實邏輯呢 就是太陽的這個能量異常了 上面有很多太陽黑子 那在古代 其實我們這個傳統中華文化裡面 在漢朝的時候 就已經 就已經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漢朝的時候 古書就有記載 叫日出黃有黑氣 大如前居日中 簡單來講就是他們看到太陽 上面黑黑的 然後覺得怪怪 不知道那是什麼 好 那剛好這個太陽風暴的週期呢 是每十年到十一年一次 而在二零二四的一月一號 剛好是這一次的太陽風暴開始 那他會為期這個一到 大概十個月左右 那太陽風暴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第一個GPS 然後導航這些會出問題 所以所有的電信傳訊系統都會出問題 這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空安事件 各種的發生各種的意外 原因就是訊號源出了問題 主要是這樣 那第二個部分呢是他們在講說 當太陽風暴的太陽磁發散的時候 對地磁也會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就開始會產生一些地震相關的問題 所以就容易有地震 然後容易有這個水災 跟有一些這個火相關的問題 相信大家現在有看到一些大火燒的原因 都跟這一個事情是有些關聯的 那我在往下研究的時候呢 就發現說 這個太陽的異常 我們來講如果它是個天文現象 我們如果我們有用的國旗 有些國家它的國旗 的話它文化裡面跟太陽有關 那代表說它的整個文化跟氣候 是跟太陽的狀態特別有關聯的 此時是不是也會受到影響呢 你說日本 就像日本 日本是天造大神的這個國家 台灣也是啊 還有菲律賓 所以我們就往下去找的時候 發現台灣的這個國旗上面 其實也是有太陽 就代表說你會發現用太陽的 都是在這一個大概地震帶附近 代表說我們這個區域的氣候跟農業 跟我們的生存環境的時候 受到太陽影響很大 所以太陽一旦異常了 整個我們的各種事情就會出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灣在 每一個假年的時候怎麼了 好 我們可以理解 台灣的空難事件 並不是一個很頻繁的地區 對吧 但是我們回去看二零一四年 也就上一個假年是復興空難 二零零四年則是一個七二水災 也是氣候異常 一九九四年則是台灣最知名 也最嚴重的空難之一是 明古烏空難 是台灣跟日本一起發生 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我們可以從這個 剛剛憲哥這邊看了很多國運籤 我們可以從鳳天宮的這個 新港鳳天宮國運籤 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一個太陽閃燕 出現的一個問題 這邊這個牽絲講 這個財中漸漸漸分明 花開花瀉截止城 寬心且看月中貴 郎君即變漸太平 什麼意思呢 其實整體來說 就是這一個閃燕的影響 在下半年開始會變好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有任何 想要出國的 然後跟海外的這個關係的 或者是說你父母身體上 有一些微樣的 盡量怎麼樣 盡量在下半年之後就會變好了 所以在秋天之後呢 基本上所有事情都會好轉 這個也符合 很符合 小木老師剛剛講的 大概在這個春天跟夏天之間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出狀況 但一進到秋天 其實台灣整個就會沒事 那如果你是在上半年呢 一定要出國的朋友 你已經買票了 放心 我們台灣人都很有福報 因為我們對於信仰的東西 是很虔誠的 所以這種太陽的問題呢 就要由太陽神來解決 那道教的太陽神呢 叫做太陽新君 那如果是佛教的話 就是阿彌陀佛 那基督教當然這個 耶穌主就說祂是光嘛 所以基本上你禱告也可以達成 所以如果要這個出國的朋友呢 可以去針對你的信仰 找到太陽神進行祈求 而其中比較有趣的 是台灣的太陽神呢 因為跟鄭成功很有關聯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這個太陽神 背負了這個反清復明的 一個典故在 就你去看太陽神的 太陽真經裡面呢 寫的是拜諸光佛 而這個諸光王佛 講的就是姓諸的 所以裡面藏了非常多 這個反清復明的典故在裡面 所以在台灣拜太陽神呢 是一個很有文化 並且很靈驗的事情 對 所以大家如果希望呢 今年順順利利 都可以去這個參拜太陽神 哇 謝謝老師 今天真的都是長知識的 既然今天都在談國運 我們來請教一下李型老師 從東方命理的角度來看 國運會怎麼樣 那首先針對2024年 假成年的一個國運呢 我先下一個結論 就是大環境瞬息萬變 如果說我們國家或者是人民 能夠隨經一變 我們就有機會能夠成就大格局 那首先呢我們先就 易經的理論而言 這話說在北宋時期有一位學霸 叫做邵庸 那邵庸他寫了一本書叫做黃極金事 那這本書啊 他是從易經裡面去延伸出來 因為非常多的學者會把他 那他預言國運 那就說了2024假成年 他這個年掛是雷火風掛 那這個雷火風 我們用最單純的一個解釋 就是雷呢 雷就是正掛 正代表的是東方 東方五行屬木 那以下方這裡有個火 那代表就是說呢 這個東方的木提供這個火 非常充沛的能量 那這個能量大不大 我們看這個風 就代表是非常的大 所以這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以整個國運在2024年 能量是非常充沛的 而且隨時伺機而動 有這個箭在弦上的感覺 但關鍵就是說 我們要釐清楚兩個狀況 這個是個箭在弦上 是我們準備好了主動發動 還是說我們沒有準備好 但是因為大環境 我們被動去發動 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多方面去考量 那我們來看第二點 第二點如果說呢 我們以這個六十甲子納鷹的理論 來看的話呢 我們2024年是甲乘以四 復燈火 那這復燈火 它就是一個小燈 那這個小燈 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它是夜明之火 欲陰為己 欲陽則不利 這個很簡單一個概念 各位朋友 如果說你拿一個蠟燭 這個蠟燭 你在太陽光底下 其實你是看不到它的光線的 但是這個蠟燭 如果是說在晚上停電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光明 然後換句話說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就是說 其實大環境瞬息萬變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要順勢而為 我們要很清楚 自己在國際上 或者是說呢 在這個大環境裡面 我們真正的一個價值 一個立場是什麼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在2024年 我們一定要選對戰友 而且要選對邊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低調形勢 即便這樣子 我們才能夠在黑暗當中 讓大家看到我們國家的 真正一個能力 也可以看到體現我們自己的價值 好 那第三個呢 我們就從這個紫薇斗樹 四化的這個理論去分析了 那我們簡單的說 那在2024年四化是 連針化鹿還有太陽化劑 那以連針這顆星呢 它也號稱是蠻夷之石 那簡單的說 它外交能力非常的好 那化鹿呢 它也代表著機會 所以代表就是說 以我們國家而言 如果在2024年 想要掌握機會的話 務必我們要強化 自己的外交關係 可是呢 為什麼會說 這個成野火 敗野火呢 因為太陽的五星野竹火 太陽化劑 其實太陽那個特質 就是燃燒自己 照亮別人 但問題是我燃燒自己 我要看到好的結果 可是偏偏遇到化劑這顆星 很容易是什麼呢 我付出了 但是結果跟我期待的 會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那很容易就是 我們忙了個半天 但是最後我的一個價值 甚至有可能會選錯邊 所以對於一個國家的國運而言 在2024年 我們計劃要周延 最好我們的計劃能夠拉長 我不要只看一年兩年 我可能要拉長到五年 十年 然後這樣子才能夠避免 陪了夫人又折兵 那最後一個呢 來 我們來看 以元運 以元運的理論來說呢 三元九運 我們都知道2024年 它是這個九運的元年 那這個元年它有什麼特質 其實中國很注重元這個字 比方說像是元宵節 它是以農曆年的第一個月元 然後元旦 不管是陽曆的元旦 或者是陰曆的元旦 其實它都是代表是一年的第一天 所以元這個是它充滿了什麼 充滿了生氣 它充滿了能量 那既然2024年 它是九運的第一年 所以代表這個2024年 它是充滿的希望的 好 那可是呢 那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火啊 我們單純看火就五行而言 你會發現 它是唯一一個沒有固定形狀的一個能量 你說水 水也沒有固定形狀 但是水它只要放到杯子裡 它的形狀就固定了 但是火它是沒有的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就是說其實在2024年 整個大環境隨時都在變 而且變得非常非常的快 不管是我們人的生活習慣 我們的觀念 或者是說呢 我們的科技都是一樣 像今天錄影之前 跟小孟老師還在聊天 就像現在的這個人士 人的這個想法 心情變得非常的快 今天好好幫你做事 那搞不好明天說走就走了 就會容易有這些情況 那所以就建議大家 以這個元運的理論而言 不管是國家也好 人民也好 我們要習慣變化 要接受變化 這是追求穩定 那最後如果說我們人 或者是國家 我們能夠創造變化 那我們就有這個機會 能夠隨今應變 而且成就大局面 提供大家參考 謝謝老師 來 我們接下來請 張勝書老師 告訴我們什麼紫維命格的人 龍年能夠好運望翻天 是 看看誰能夠 禮樂龍門 翻身成龍 沒錯 來 我們先看第一個 因為大航海時期 所以現在台積電既然已經從過去的 打台灣盃 美國盃 現在日本 德國 美國到處設廠 它已經航向一個大航海的時代 那從AI的角度來講 它會獨領風騷三五年 紅年到了 趕快把你的命盤給端出來 看看誰能夠禮樂龍門 翻身成龍 沒錯 沒錯 來 我們先看第一個是 命公有舞曲加上文昌的朋友 好 沒有 文曲 他沒有 他有文曲 文曲跟舞曲不一樣 文曲是義路公民 所以水虎傳裡面有講 文曲叫做包青天 舞曲叫做狄青 但是舞曲今年因為畫科的關係 科舉 所以它跟考試有關聯 那當然加上文昌 是不是這兩顆在一起的話 金榜提名式 可是人生的三大快事 所以有這兩顆心的人 今年如果你是學生要考試 或者你今天想要考證照 把心安下來 好好的去考試 一定會禮樂龍門 再來第二個是 事業公有破君加上卓府的朋友 破君因為今年畫權 可是破君這顆心喜歡變動 畫權當了官不自由 他反而不開心 所以這時候加上卓府心的好處就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破君耐勞不耐煩 喜歡做大事 不耐煩做小事 而你身邊有人幫你做小事 這個官是不是就做得穩定了 是 對不對 再來一個 因為卓府代表是他能夠更聽性屬下的話 於是方向就不容易出錯誤 於是這樣求穩就更容易了 所以破君加上卓府的事業公的朋友 升官了之後 可要好好的發掘人才 再來 第一個是 柴伯公有連針加上鹿唇 鹿唇這一顆心 這快就收起來 太快了 老師快點要進廣告 老師說我的命盤讓你 後面給我殺了 我都沒得到 好啦 要進廣告 各位知道 古人特別喜歡鹿唇星 為什麼 因為古時候的人 有錢沒地方投資 只能存起來 對不對 所以他喜歡鹿唇 現在的人有鹿唇會變成存死錢 當然要投資才對 可是連針碰到鹿唇卻是對的 為什麼 今年連針劃鹿 可是連針很高傲 賺到錢會覺得 超白 都是自己能力很強 結果錢沒存起來 投得更多 哇 輸掉了 所以這時候碰到了鹿唇 記住了 有賺錢一定要記得要存 最好存個六成 四成再拿去投資 千萬不要全部給它滾 那就浪費這個連針劃鹿了 所以有這三個在一起的朋友 加油囉 龍年開運 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新的一年能否賺到錢 也是很多人關心的 對好不好 我們首先問一下憲哥 2024年的整體經濟如何 有哪些投資標的值得 注意 觀察 快點 好 國際的經濟的話 差不多沒有太大的變化 到處都在戰爭 到處都是水災 今年年底美國的大選 絕對是利空沒有利多 因為兩個私自老人 在爭取一個總統 哪一個人當選都是詐欺 所以明年很不好 剛剛老師在講明年很不好 明年很不好 不然你們私自老人 不需要吹風龍 那你老師在講說 2025年很不好 就是因為美國總統大選 之後的中美貿易 這一次會克徵到 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的戰爭 所以今年就非常重要 從外在環境都不是很好 所以剛剛老師講順勢而為 今年這個變化莫測 我們不能以不變應萬變 應該以萬變應萬變 如果從股票市場的角度來講 今年會很聚焦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年到現在 成交有三天都超過四千多億 那全部都集中在哪裡 集中在AI 所以我們過去看到一個例子說 台積電邁向大航海時代 這個有一個典故 在一五九六年的時候 豐臣秀吉把德川家康從俊虎 俊虎就是現在的建剛 把他貶到江戶 那時候的江戶三萬人 江戶就是現在的東京 後來德川家康在一六零六年取得政權之後 他就在江戶東京開府 開府以後他也想不到 豐臣秀吉也想不到 四百年之後竟然東京閃耀的 站上國際舞台 為日本帝國奠定三百年的基業 有人說如果歷史可以重寫的話 明城主不要電經北經 如果去找上海電經的話 那明朝清朝就不是所謂的大陸國家 而變成海洋大國 那整個世界 整個歷史都要改觀了 因為大航海時期 所以現在台積電 既然已經從過去的打台灣盃 美國盃 現在日本 德國 美國到處設廠 它已經航向一個大航海的時代 那從AI的角度來講 它會獨領風燒三五年 我舉兩個例子 2007年iPhone 它就是出來 就是一個智慧手機的革命 很多人說你賣不到一百萬台 結果iPhone1就是2.5G的 賣多少 六百一十四萬台 那時候手機之王叫做Nokia 賣了四點三七億支 是iPhone的七十倍 經過七年之後 2014年Nokia的手機部門倒掉了 它總經理出來跟人家道歉說 我們沒有做錯什麼 但是我們輸了 那時候你如果去買蘋果的人 到現在賺五十八倍 2011年當特斯拉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說不可能 怎麼說 因為電動車 塞兩百公里就要穿一次電 塞三百公里穿一次電 但是你那時候如果買特斯拉的人 十年賺一百倍 所以這一次就是所謂的 iPhone2.0的革命 所以AI你就不能錯過了 所以現在我們台灣 一千七百多檔的股票裡面 有46%說我是AI 以後我們任何人出去 如果你不講AI的話 那你就落伍了 所以其實以後的AI 跟我們息息相關 你百分之八十的資金 完全集中在AI 那房地產可能就要保守 因為八運梗土走的是房地產 九運離火 房地產已經是只是一個 固定賺錢沒有暴利的 所以以後房地產就是 我們的一些所謂的 剛性需求的 那些年輕人換房子的 所以房地產已經不是 最好的投資工具 以後還是集中在股票 集中在AI 你把所有的聚焦在AI 那你今年就是一個贏家 好 謝謝憲哥 來請教一下李勤老師 青龍聯哪些產業會最旺 首先第一個 那就是跟火有關的行業 那跟火有關的行業 比方說像電子業 科技業 餐飲業 這些都算是火的行業 但是剛剛有特別提到 就是因為火它這個變化 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它沒有固定的型態 這就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在電子業 科技業 或者餐飲業在運營 或者是它產品的這個模式 其實它變化的速度 就會非常非常的快 那會建議大家 如果說要找工作 或者說要進行投資的話 那可以時時刻的關心 這個行業裡面最新的一些 一些這個發表 那第二個呢 就是跟電有關的產業 為什麼跟電有關呢 因為其實在以前 這個是沒有電的 那沒有電的話 其實火 它就是個很重要的一個能源 那是一直到電發明了之後 這個火 這個能源的 這個代表慢慢被電給取代 所以在二零二四年 這跟電有關的產業 比方說像是新能源 節能 環保的議題 那這些都會是在二零二四年 這個不管是政府也好 國家也好 甚至是整個地球也好 大家非常聚焦的一個新興產業 那再來第三個呢 就會是這個虛的這個產業 那這個虛不是 那個虛 而是就是說呢 因為以這個火啊 它的掛像是璃掛 那璃掛呢 那其實我們在講 叫做離中虛 但是虛代表的意義就是說 它沒有實體 比較沒有一個非常 很明確的一個形象 比方說像剛剛憲哥有講的手機 手機我們可以看到它 像什麼樣子 但是在二零二四年 一些看不到的產品 或者是服務 它就有可能會變成 我們整個大環境的主軸 舉例來說 像是虛擬經濟 虛擬經濟包括什麼呢 像是比特幣啦 或者是之前非常流行的NFT啦 這些啦 或者是網路交易啦 或是現在台灣 台灣朋友很喜歡用的LinePay啦 這些都是虛擬經濟的一環 那除此之外呢 像命理還有宗教 它也會是一個新興產業 那除此之外 像剛剛有講到了AI啦 元宇宙啦 這些通通都算 好 那最後呢 就是新興的 這個產業是熟女的產業 因為如果說 我們以這個八卦 八卦 每一個卦商 它都有代表一個特殊的 一個族群 那因為這個梨卦呢 它代表的是中女 中女簡單的講 就是熟女 那如果真的要我為熟女 定義一個年齡段的話 以我的一個角度來看 就差不多是三十歲 到六十歲之間 那因為現代的女性呢 其實工作能力啦 自我意識啦 他們很清楚知道 自己要的是什麼 所以針對熟女這部分 比方說他們越來越注重自己的體態 越來越注重自己的外表 健康 所以在醫美啦 保健啦 健身啦 那包括是育兒 那最後呢 比方說像是旅遊 那旅遊的話 現代人越來越追求 我要精緻化的旅遊 我不一定要追求 我不一定要追求便宜的 但是我要追求CP值高的 那這一類的這些產業呢 都會是在今年 甚至是往後二十年 那個大環境的方向 提供大家作為參考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來修一下金融廣告 馬上回來 主抱負 我要告訴各位朋友 我看了那麼多命盤 它主抱負沒錯 可是也主抱貧 為什麼 因為這兩顆 富貴賢中求 再加上火星 有當下穿穿得很累 可是問題是 贏了不懂收手 所以你看很多人上賭場 是 小贏就收手的人是不是最厲害 是 但是大部分人都說 我小贏了 一定要變成大贏 最後全部輸光光 好 來另外教大家看面相 我們問少年老師 當我們自己早上照鏡子 或者看到別人的時候 我們面相上出現哪些徵兆 代表這個人快要發了 因為面相上面看時韻呢 是用這個看氣色 那其實看氣色是一個 超難學的東西 就像你沒有一個五年十年 你是超難看出來 所以我在學的時候 格外的痛苦 因此我就發明了一個方法 讓大家都可以快速的理解 怎麼樣叫亮 因為整個氣色呢 其實臉上分很多公位 可是有一個地方的氣色 是不太改變的 就是臉頰 所以臉頰顏色大概率 就是你的原色 所以你要看你臉上 其他地方的顏色 是更亮或更暗 就是跟臉頰對比 那我們接下來呢 再往下的時候 因為在面相上面 跟發有關的氣色 有好幾個部位 但是我幫大家用經驗 歸納出發的倍數 讓你知道說 你是小發中發還是大發 好那我們先來看小發 什麼叫小發呢 就是大概是你薪水的一到十倍 所以我的小發跟郭台銘的小發 就不是一個等級 我薪水的一到十倍 對對對 所以我就要講我的這個 假設我們一般的小發一到十倍 大概是怎麼樣呢 就是你去對你的臉頰的顏色 跟你鼻頭的顏色 你發現你鼻頭的顏色 明顯比你臉頰亮一點 那你說老師不一樣 搞不好我是曬太陽 沒曬到鼻子 應該不會啦 通常鼻子是比較容易被曬到的 所以你的鼻頭如果發現說 好像比臉頰要亮 那就代表說你近期呢 這個運勢不錯 因為你開始怎麼樣 你開始要有一到十倍的收入 但要注意喔 你發現這個量 你每天早上照鏡子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是慢慢越來越亮 因為氣色其實是兩個東西 是氣跟色 如果你發現它好像要變亮 你還沒有收入的時候 這時候一定不能幹壞事 因為我們有很多經驗 就是這個人呢 他可能本來要亮 結果token就沒錢了 整個鼻子就黑掉了 所以不行啦 不能嘚瑟 或是說出去怎麼樣 找個小三四五六七 就出現問題了 所以記得 你當然你看他快亮的時候 要去做善事 這樣錢到手才有機會 不然你可能 本來老天要給你這個錢 看你這個人不好 不道德 然後就把錢收走 好 第二個呢 更厲害了 第二個我們剛剛講是 一到十倍於你的薪水 接下來要講十倍到一百倍 就是如果這個一亮起來 你會拿十倍到一百倍 一個月三萬的同學 很有可能怎麼樣 因為這裡亮 就忽然拿到三百萬 好 那這也是第二個 第二個亮的地方是 太陽穴上方已經千移弓發光 千移弓在哪裡 在這裡 我們常常是不是講說 這個額頭不要抗陶抗冥 這個運氣會不好 其實除了額頭以外 更厲害的地方是在這裡 就在這個太陽穴上方這兩塊 這兩塊明明很多時候蓋著 你會發現他很難亮 但他一旦亮起來 就不得了 嚇死人 是八方來採 所以要對應一下自己一樣 這個地方就是你的顴骨 臉頰這個位置 跟這個太陽穴是不是比較亮 但這個比較難 畢竟一百倍不是天天有 那最後一種更厲害了 是一百倍以上 到這個可能一千倍一萬倍都有的 第三種叫什麼 全臉發光 全臉發光就是你發現 你的臉頰顏色以外 整個臉的顏色都是亮的 只有臉頰看起來 有一點點紅潤 但全臉發光 這種一般是什麼 一般是拿到遺產 全臉發光 就是忽然一叫起來 忽然多了五個億 就拿到遺產了 但你要說富二代 如果是一般的話 講到五個億 等一下 想到那個高中生 有用嗎 這個 但是後面的事情 所以要繼續 當你發現全臉要發光的時候 要行善積德 我們知道叫德能配位 對不對 才能夠擁有那個錢 所以一定是你今天 有這些發光的方式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去做善事捐錢 分享你的這個福分 財報 財富 那種慈悲心一來 你就可以擁有它 比較不會怎麼樣 有的時候我們說財多傷身 不如說什麼 把財留下來 就是要行善積德 好的 謝謝老師 行善積德 來 接下來小孟老師 是 從西洋的星象來看 2024年的整體經濟如何 對 沒錯 穿這一件一定要善錢 當然 我覺得我好適合站在這裡 對 真的 一步起來 好 沒問題 沒問題 我覺得這個位置好適合我 是 是 是 多謝你 那我們就先來看 第一個就是沒有雄心進入到經濟的攻位 所以代表是說股市有沒有 大跌就會回補 因為我在去年就預測說 台灣的股市今年會創新高 現在真的創高還會再高 為什麼 因為台灣沒有什麼生息 那再來就是也不會有什麼失業率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沒有雄心 再來第二個 兩岸貿易好不了 但是台灣還是可以在風雨中前進 但是也要特別注意 就是接下來跟大陸有關的行業 譬如說像中藥財 還有像紡織 就是說跟兩岸有關的經貿 再來第三個就是 席燈倒閉的店家增多 對 為什麼 因為木星在下半年就會開始逆行 所以財源也會增多 但是好在 就是就算被財源有沒有 還是會被其他的產業接收 所以大家會看說奇怪 景氣怎麼都不好 只是明明就在財源 怎麼感覺新聞沒有什麼報道 為什麼 因為還是有很多產業缺工 所以這一些被財源的人 他就有別的產業來吸收 再來是說房地產九月前 還是會感覺上還蠻好的 但是九月後會趨緩 因為木星開始逆行 所以購物的人 一定要以小坪數為主 不要去買太大的 越大的以後不好脫手 然後小坪數有沒有以後比較好脫手 但是也要注意一下 也要買在那種交通動線比較好的 但是你買小坪數 也不要買那種太過高單價 為什麼 因為你飛彈沒有辦法抗通膨 反而你會被壓垮 你要說保值就是一定要買在合理的價格 然後很多人都會享受去日本買房子 但是你要考慮到那個幣 日幣這個幣好不好 那再來就是 第五個美國會降息 搞不好在今年的下半年 如果一站降息的話 美元 它算是一個貨幣 那這個貨幣開始它就會出來 搞不好那個錢會流入新興市場 所以台灣不會立即就馬上降息 因為台灣沒有生什麼息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可能水 油 電會漲價 因為台灣又沒有生很多的息 所以接下來小吃店 還有商家 接下來會二星化通膨的狀況 所以什麼都會漲 還有就是說 台灣降息比較難 所以通膨會加速 物價會再創高 還有就是要注意 美元日元 新興市場的外幣的走勢 因為當美元降息的時候 一些新興市場的貨幣 它可能會開始變得比較好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在投資這個外幣的話 也要多留意一下 這個外幣的指數 小布老師 那你是哪些新做的人 2024年可以賺到錢 是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2024年可以賺到錢的新作 總共有三個 那我們現在來揭曉第三名 那就是太陽上升 如果落入到了摩羯座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冥王星會進入到摩羯座的本命宮 然後木星會進入到摩羯座的偏財公位 所以可能會有樂透抽獎 會中獎 還有獎金分紅 如果說你想要購買 像刮刮樂樂樂透還有威力財 還蠻有中獎的機率 如果說你想要買股票 就像你不是有些股票在抽獎嗎 對 中獻機率蠻高的 那如果說你從事的工作 是有這種分紅獎金分論的 你會發授今年的那個獎金 收入還蠻多的 那我們來看第二名 那就是太陽上升 如果落入到了射手座 好 那代表是升官加薪 創業發財 為什麼 因為冥王星會進入到 射手座的這個財博公位 所以在今年來說的話 如果你想要升官加薪的 趕快跟主管上司講 說不定就有升官加薪的機會 如果說想要轉職的人 轉業就是會發財 還有如果說你從事的工作 是有績效獎金的 你會發覺你的績效在今年 會逆風高飛 想要創業的人 今年創業運還蠻好的 所以說如果有貴人要幫你的話 你也可以嘗試看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名要恭喜太陽上升 來 接下來我們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我在哪方面 可以龍飛鳳舞呢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233 347 165 627跟514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名要恭喜太陽上升 如果落入到了水瓶座 憲哥你就水瓶座 對啊 用錢滾錢 房產增值 是 那在今年有沒有 他就不會買房子啊 所以憲哥不要買房子了 已經很多了 對 他是買太多了 買太多會有睡的問題 是不是 對 我可以借你當人頭 那今年沐昕進入到水瓶座的 投資偏財公位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投資股票基金 都可以用錢滾錢 也會聽到很多小道消息 那如果說想要買房子 可以買到增值性的房子 但是還是要買小瓶座比較好 那如果說你手邊有什麼古董 壁畫 畫作或者是翡翠 都蠻有增值的機會 那過去如果說有套牢的股票 基金都通通可以解套 所以要恭喜以上三個星座 怎麼這麼好 強敬 來 江森樞老師 什麼只會命格的人 在今年最好是看緊自己的荷包 今年的流年當然是在榮年 成功的位置 所以你看我們憲政 它是貪狼 這顆讚不讚 讚喔 對不對 你看我們第一個就是你 貪狼加火星 很多人都說貪狼火星 火灘格主暴富 我要告訴各位朋友 我看了那麼多命盤 它主暴富沒錯 可是也主暴瓶 為什麼 因為這兩顆啊 貪狼是敢冒險的一顆星 富貴賢中求嘛 再加上火星 我當下今天穿穿的好累了 可是問題是 贏了不懂收手 所以你看很多人上賭場 是 小贏就收手的人是不是最厲害 是 但是大部分都說 我小贏了啊 一定要變成大贏啊 最後全部輸光光嘛 所以這時候贏反而是壞事 因為只會讓你得意忘形 到最後全輸光 這就很像很多人送樂透 七年 平均七年就全部被清光了一樣 所以火灘 你只有灘狼啦 沒有火灘啦 但是同樣的這個角度 舞灘啦 對 沒錯 你是舞灘 舞灘也是不花少年年了 你已經那麼老了 還不花少年年 對不對 人家都運過三十才發福嘛 可是我們剛剛講了 這兩顆要小心 最怕的就是什麼 你覺得 中了 暴富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想要種更多 那這時候反而就變爆瓶了 對 好 再來第二個 太陰加上帝結 太陰落在成功啊 不亮 因為這顆月亮是被遮住了 可是它不亮再加上帝結啊 這時候就容易孤僻自聯 而以前孤僻自聯問題不大喔 因為 因為跟人家不來往嘛 因為跟人家不來往嘛 現在的人孤僻自聯 最容易被詐騙集團 虛寒問暖 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都沒有人喜歡我啊 沒有人可憐我啊 可是那種來跟你虛寒問暖的 絕對就是要騙你錢的人 所以太陰地結落到了成功的朋友 今年一定要非常小心的是 來對你產生不一樣的狀態 都是必有所圖的 要非常小心 再來第一個是太陽加上陀螺 我們都說了嘛 今年太陽是畫季的 其實畫季的概念就好像說日食嘛 或者說被烏雲遮住的太陽 太陽沒變 它還是那顆太陽 可是我們的心態變了 我們覺得被烏雲給遮住了 好 這時候的太陽又加上陀螺 就容易出現一種很無奈的變化是 我知道該省錢啊 可是我就不想省 我就想要花 然後會找各種的理由來告訴自己說 應該的啊 你看隔壁都拿名牌包 為什麼我就不可以呢 這種心態一旦發酵 就導致你會有浪費的傾向 而家人越勸你就越不高興 所以這三個落到成功的 不是你自己 如果你的家人有 一定要注意 當他們的好的諸葛亮 幫他們守住荷包 這個最重要 謝謝老師 來 接下來我們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可以龍飛鳳舞呢 來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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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1 6 5 6 2 7跟5 1 4 好 來 雙琳老師 6 2 7 6 2 7 3 4 7 3 4 7 1 6 5 1 6 5 1 4 5 1 4 3 4 7 好 來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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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1 6 5 6 2 7 5 1 4 1 2 3 6 2 3 在哪方面呢 可以龍飛鳳舞喔 基本上都很好的掛像喔 看你呢 現在正需要什麼 或者是即將要注意什麼 往那邊補起來之後呢 就可以龍飛鳳舞囉 好 來看一下呢 選到我們的這個5 1 4 然後由我們的張勝出老師 選到的喔 老師選到這個5 1 4呢 就是呢 愛神降臨 愛神喔 欸 欸 你是不是想說愛神 是不行啦 我們年快樂是不行愛神嗎 是不行啦 但是很好耶 我不好看嗎 省錢的省啦 愛神 愛神 這樣 如你剛剛講 那個省錢是沒有囉 選到這個掛像呢 開始呢 會有一點想要去享受人生了 花錢 對 然後開始有旅遊的運啊 或是說呢 這個掛像代表就是說 他想要轉變 很好 所以在你轉變的過程當中呢 但如果你是已婚的朋友 那你就不要想說 我要去轉桃花 這件事情 好 例如說 你可以轉變環境啊 然後換個心情啊 跟另外一半多溝通啊 這個正向的話 會讓你的事業家庭更好 是 但是基本上呢 這一個運都很好 就代表你的人員啊 或是你的心境呢 正在轉變 好 來看一下 選到我們的165好了 165呢 由我們的憲哥選到的 好 這一頁掛像呢 就是工作順遂 三千有道喔 事業呢 可以龍飛鳳舞 那選上這個掛像的話呢 第一個 體力一定要養主 你要工作的話呢 一定必須要有 充沛的體力跟精氣神呢 才可以撐得起這個掛像 但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代表說你最近呢 很多的工作的機會啊 各方面都會滿多的 或許覺得自己有點 有點勞碌命喔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世代呢 能夠勞碌都是福氣 所以事業方面呢 可以說是更上一層樓 好 來看一下 選到233喔 看很快 233的話呢 由我們的雅恩姐選到的喔 這個掛像是什麼呢 就是 天才運望投資致富喔 還不錯喔 代表就是說你正業以外的 一些收入呢 或機會呢 開始要來了喔 所以呢 選到這個掛像的朋友呢 就是你的正業可以穩定 但是呢你的斜槓人生的 這樣的一個機會呢 會有的喔 所以你要多加努力喔 去開創或學習第二專長 或是呢 去學習 可能去唸書啊等等的都算 這也是一種投資 智慧的投資喔 好 來看一下呢 選到我們的347 347呢 由我們的李琴老師選到的 還有小孟老師喔 好 這個掛像呢 什麼呢 貴人相挺 無望無力喔 貴人 對 代表呢 這個掛像就是要廣結善緣喔 如果你平常都有廣結善緣的話 你的客人 或是說你的家人 甚至所有的工作環境的同事呢 都會是你的貴人 所以基本上呢 你要記得未來一個月呢 成就你會賺錢 或是有健康 都跟貴人有關 所以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呢 不要悶在心裡 你就要勇敢的去表達出來 或許你會發現說 人跟人之間有一些誤會啊 或是你之前的看法呢 比較偏頗 但是呢 這個掛像告訴你就是 你會因為貴人的關係 改變你的思維 好 來看一下627 恭喜呢 我們的少年老師 一枝獨秀 還有獨鈴哥 跟獨鈴哥 獨鈴哥 你也要叫一叫 我要低調 我跟你知道 獨鈴哥很厲害 真的很低調 好 來 看一下 財運橫童 親中介 好 這個代表什麼 正財偏財呢 都在穩健的路上 而且呢 代表你未來一個月呢 有很多賺錢的機會 恭喜你們囉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祝大家龍年身體健康發大財 感謝你的祝福 龍飛鳳舞 拜拜 拜拜 拜拜